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你们面前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的EQS国际金融学院 那我们的国际金融学院的全是在获得马来西亚社团法令的认可 然后呢 我们的确是注册了这个学院 那你们所看到现在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牌照的 所以呢你们可以上去搜索 甚至去查看我们这个学院它是不是属于正式注册的 所以呢 我们注册的时候呢 是在这个SumwayNasis的就是JB的这个地址 好 我们的学院的话呢 基本上在过去几年 我们要大概讲一下过去几年的话呢 我们都有主办很多的课程 很多线下的课程 那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说我们基本上就是说 过去几年的话呢 我们都一直在这种学院上就是有一直在线下办一些课程 然后呢 呃 由于这个MCO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现在从今年的4月多 我们就开始慢慢的转上去做这个online 就是做线上的 所以呢 过去以往我们那么多年来的话呢 我们都一直在线下都有一直做培训 那主要的培训的话呢 就是希望说 让一些想在外汇里面操作 然后呢 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学习 那我想去在座的每一位你们 你们 我不晓得说你们也应该有些是 操板手 有些是已经 会了 甚至有些是属于完全不了解 的情况下来观看了 对不对 这样我相信都如果想要在外汇啊 去学习这个指标指数 这种indicator的话呢 必须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去学习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我们以往的教学就是说 希望透过一套系统 可以在整个金融市场里面 很清晰的 很了解的 这个下单的这个方式 那以往过去的话呢 我们也有几套系统在研发着 所以呢 我们之前的系统就是 比较专业性的 就是说你 你必须要知道什么叫高点啊 支撑啊 然后必须用这套系统 你必须花上大概要 一个星期到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你才有办法学会整套系统 那因为我们考量到说 目前市场上 你要让一个人去了解这个系统 你要花这样长的时间的话呢 往往很多人都不太愿意去学习 那所以呢我们在我们整个团队 就是EQX的整个团队呢 我们就开始 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考量 就是说 市场上很多人是喜欢用我们 这套系统的主要就是说 因为我们简单容易方便 为什么呢 因为呢很多人进来 主要就是希望在金融市场里面 用最快的时间 用最快速度 可以创造利益 对不对 那在创造利益的话呢 它也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 虽然我们就考量了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们整个团队就在这几个月里面呢 我们就一直研讨研发 然后终于在今年的 今年年初嘛 一夜呢 我们就成功的把这套系统呢 把它研发出来 研发出来的时候 我们是非常简单的 那只要即使你是完全不了解 整个外汇啊 或者是整个金融的 你都可以在短短的五档里面 然后呢 很顺利的掌握整套的运作方式 那我们就是说 整个运作方式的话呢 我等下 待会会大概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呢 加上呢 我们在年初的时候 研发之后 就看刚刚好 我们要推出我们这个 比较简单的系统 已经是简化到非常简化的 然后就面对了这个MCO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就迟迟没办法推出去 所以呢 我们就一直延迟到今年的失业 所以我们就开始在线上 那在推广的期间也非常 可以在线上 可以在线上 跟ATF的会议员呢 一起来分享我们这套系统 我们这套系统呢 怎么去 帮你们去简单的去分析整个外汇的这个指标 然后呢 让你们可以很轻松的 比较准确的下单 好 我们你们先所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 EQ System的Solution 就是整个系统的分析手册 那我们整个 我们整个的这个系统的这个概念呢 我们是以这个太极的元素 以太极元素来做这个整个 系统的这个指标 那你们现在面前所看到的 如果今天是 我相信大家都是 应该是还没有看过我们这个指标 所以呢 我现在就说一下 只要你们懂得什么叫红色 什么叫绿色 那红色代表什么 绿色代表什么 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那 在红色太极出现的时候呢 它是属于做空的 那在绿色太极的话呢 它是属于做多的 那什么叫空呢 空就是做 做跌嘛 或者是做效咯 那多的话呢 也是做buy 也是做涨 所以呢 在做空和做多的话 它是在这个 金融的这个 它是一个语数 就是中文的金融一个语数 那那个蜡烛的话呢 跟这个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 红色是属于做空 然后绿色呢 它是属于做多的 所以你们要了解说 这个颜色它是做什么的 然后红色是什么 绿色代表什么 就可以了 就非常简单的 那在我们整个系统里面的话呢 就是说 呃 我们已经把 我相信在座的 你们之前有在操盘的时候 对不对 那操盘的时候呢 都会有在你的左手边 有一排很多的这个产品在里面 那你们要的时候 是从那边这样拉出来 拉出来 对不对 当你们拉的时候呢 通常往往的 呃 在拉的情况 就会浪费很多的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在你的整个产品在你左手边 你没办法 用最快的时间 去判断这个哪一支是可以进去做分析 哪一支其实是没有必要去做分析的 这样的话呢 往往就会错过了最佳的入场时间 所以呢 在整个外汇市场里面的话 我们已经 呃 操作了那么多年 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在整个产品里面呢 大概有24到25个产品了 它是比较在整个外汇里面 整个金融体系里面呢 它是比较 直接拉出来所有的24个产品呢 直接会展示在你们的电脑面前 那我相信很多一些超盘手 他们的电脑呢 都会有六台的这个screen 然后甚至是九台的screen 对不对 这样的话通常 你在一个刚刚要投资进来的人 去做这个动作 坦白说 呃 一个 monitor 都都挺贵的 甚至他还要放上六到八个的 monitor 然后呢 那个graphic card 这些全部support 都很很需要很强 所以呢 通常弄一套起来都超过一万马币左右 所以不可能说 当你要投要来操作外汇的时候 特地去花一个一万马币 去买这种设施对不对 所以呢 呃 我们就把它融缩 做成一个比较mini型的这个screen 就是 直接有24个荧幕 直接展示在你的面前 所以你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24个产品呢 直接展示在你的面前的 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一目了然 一起看过去 就说哪些单子是可以进去处理 哪些单子呢 其实不需要处理 那怎么说呢 从我们整个 太极对不对 当太极出现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 我特别说一下 当太极出现的时候呢 它离这个线条如果比较远 我们就不会去做判断 如果太极的话呢 它是离线条比较靠近的 这样的话呢 它就属于合格的 那我们才会进去 进去里面做分析 做判断 这样这些比较远的 它就是说线条 就是 右边的线条 它离右边的线条 比较远的 拉的比较远的 然后呢 我们是不需要去做分析的 然后呢 太极在线条前端的话呢 我们才进行做分析 那怎么说呢 那也就是说 当你看到说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系统 就是最最前面的一个太极的这个概念 OK 当太极图显示的时候 看到吗 它的线条 如果是离太极比较远的 这样我们就 不会考虑进去里面做判断 因为呢 当太极离线条比较远 就是它的市已经走得挺远的 然后呢 你即使你这个分析的话呢 也没有 这个结果是比较渺茫的 虽然我们要的什么 我们是要的太极 它离这线条呢 它是比较靠近的哦 但如果比较靠近的时候 就是说 它的市刚刚好来了 这样刚刚好来的市的话呢 我们就会开始进行做判断 然后点进去的时候 我们有分成S1和S2 那到时 在这边补充一下 我先说一下 就是说 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今天的话呢 就是说你们可以到我们的 这个 我们到时会发一条 这个链接给你们 而这个链接的话呢 今天我们会发一个链接给你们 这个链接的话呢 你们可以尽情去下载 下载之后呢 我们会让你免费的试用 14天 那14天里面的话呢 就可以免费试用我们整套系统 怎么去操作 那你就依照我们的方式 然后呢 你跟着我们的方式 跟着我 等一下会教你怎么去操作 你只要跟着它 然后呢 这14天你就去尝试下 我们这套系统 它的这个 整个下单的成功率有多高 那好 回归正传 那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话呢 太极离这个线条比较靠近的 我们就会进行去判断了 那当点击进入了我们整个大系统 整个大系统里面 我们只要注意的四个东西 第一 我们必须先了解整个 中间这一个红色的 对不对 它有红色也会有青色的 所以呢 今天我们必须先第一了解 先第一个指标 那第一个指标的话呢 它是属于绿色还是红色 那今天如果今天指标 它是属于红色的 那也就是我们只能做空 明白吗 OK 这样的话呢 因为呢 为什么这么说 等一下呢 我会直接开 现场的这个 Light的这个 图表 让你们去 我再 详细的跟你们讲一下 那中间这个的话呢 也就是说 如果第一个指标 我们必须先看它是红色还是绿色 如果是红色 也就是做空的 那做空的话呢 第二个指标 就是这个蜡烛的 蜡烛的话呢 它也必须符合是红色的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它已经属于是红色之后呢 我们还要看哪里呢 我们要看下面的MACD 在MACD的话呢 它这个也必须是红色哦 如果它是绿色的话呢 就是不符合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这中间的这个整个趋势 它是第一个指标 它是红色的 那蜡烛是绿色的 那就是不符合 我们必须 所有的指标都是属于红色 红色红色 再加上 第四个指标 也就是黄线 它必须在白线的下方 就是说黄线它必须穿过 穿过在白线的下方 这样的话呢 做空的时候 也就是说 黄线它必须在白线的下方 如果今天你要做多的话呢 做多的话 第一必须说这个指标 必须是绿色 第一个指标 它必须是绿色 如果绿色的话呢 当然 蜡烛上方也必须是绿色的 然后呢 下方MACD也必须是绿色 再加上你做多的话呢 黄线它必须在白线的上方 所以这套系统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呢 简单到你基本上只要懂这四个东西 只要它达标 就可以下单了 然后呢 这边有说做单的要求 那要做多单 做多单的要求呢 第一个指标 刚刚有说的 它必须是绿色 所以呢 绿色你只能做绿色 红色你只能是红色 那绿色的话呢 它是做多对不对 那第二个指标 它也必须是绿色的 第三个指标呢 它也必须是绿色 然后 第四个指标 黄线 必须在白线上方 那在座的每一位 你们可以 呃 把这个 给上来 或者是把它抄下来 做个笔记 做多单 也就是 第一个指标 它必须是绿色的 第二个指标 的蜡烛 也必须是绿色 然后下方MCD呢 也必须是绿色 然后呢 黄线 必须在白线的上方 然后呢 做空单的话呢 就是相反哦 就是呃 第一个指标是红色的 第二个指标 蜡烛也必须是红色 下方MCD的话呢 也是红色 再加上黄线 必须在白线下方 记好了 不要给弄错 黄线 做多单 黄线 必须在白线上方 做空单 白 黄线 必须在白线的下方 虽然我们整套系统呢 是基本上 在五分钟里面 只要你懂这个东西 你开起来 下载之后 开起来基本上 就可以进行 直接做分析 直接下单了 就这么简单 那我们这系统的话 主要就是以这个 三十分钟的这个 时间来做 做这个分析的 那通常的话呢 我们的系统 都不会鼓励 会员去 订盘 因为呢 坦白说 一直以来我们之前 所教的都是 要会员去订盘 这样订盘 其实挺痛苦的 因为 你的时间就整天 就花在电脑面前 然后没有时间 陪家人啊 没有时间去做你的东西 这样的话 就非常的很枯燥 对不对 操盘其实是一个很快乐 很很简单 就说 因为操盘就等于赢钱嘛 赢钱就是很快乐 很轻松 对不对 那我们要做的非常轻松 非常快乐 而且下单没有任何的压力 情况下 我们的选择就是说 在大盘进场的时候 我们才会经选择去做分析 其他时间呢 我们应该不考虑 怎么说呢 通常我们会选择 压盘的时间 和欧盘 还有美盘的时间 这三段时间 那压盘时间呢 就早上呢 七点多八点 一直到九点半左右 这段时间的话呢 你们就可以开始做一个分析 大概做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来做分析 指标有达标 就下单 指标没有达标 就把电脑关掉 然后等到欧盘 欧盘也是下午的三点 到四点半五点左右 这段时间 然后呢 就开始把电脑开起来 然后呢 进行再分析 在分析其中的话呢 如果说有单指 就下来没有单指的话呢 就把电脑关掉 然后一直到美盘 美盘就晚上八点开始 一直到十点十一点 所以这段时间的话呢 就开始做分析 如果有单指 就下来没有单指的话呢 一样的把电脑给关掉 虽然通常我们用这套系统的话呢 就是鼓励会也就是说 其实在外汇里面 在整个 即使外汇任何的这个 金融体系里面呢 就是说 如果你有达到了百分之一 也就是说 今天如果你是以一千美金 进场入金的话 那赚了十块钱 就把它给关掉 电脑就不需要再开 每一天一巴仙就好了 那在外汇市场里面 一到五 星期一到星期五 然后一个月大概是二十天左右 这样如果一天哪一巴仙的话呢 如果说一个月的话 你每一天都有单指钞 最少都有 二十二十八仙对不对 那一千美金的话 你最少都有 两百美金 因为二十八仙吧 那我就说 即使可能有几天的 是不是很美 也没有单指下的话 多多少少 我说对半的话呢 基本上都有百分之十 比如说一个月有十八仙 那一年下来的话 就一百二十八仙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是放入金 是入金一千美金的话 那一个月有 我说十八仙 就一个月就是一百美金嘛 那一年累计下 就有千二美金的对不对 那就是说 就一个很额外的一个income 可以很自由的 你才很自由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是鼓励说 会员就是说 在下单的时候 就是拿到百分之一 有一百仙 我们就基本上就关单了 就不要去再抄 因为呢 你再抄的 你抄得越多的话呢 你的判断力就会错误 所以呢通常我们会鼓励 我的学生 我们的会员 就是拿到一八仙 然后就关单去做 你们喜欢做的东西 然后今天呢 我们是第一次的 和这个ITF一起合作 所以今天有特别的 优惠啦 所以呢 在座的每一位呢 都凡事在参与 就是在座的里面 大概有十几十位嘛 然后呢 听讲了我们这个讲座之后呢 在这三天内 只要你在这个ITF呢 开这个户口 然后入金两百美金 将可获得一些优惠 那这个优惠呢 主要是针对新客户 就是说可以这样 第一就是说 这样可获得十四天 就是说我们可以有这个链接 让你们可以免费 获得十四天的 我们系统的免费适用 那这个ITF的Valcome bonus的话呢 只要你直接在里面 开这个ITF的这个 户口 然后呢 直接入金两百美金 这样的话呢 ITF的这边就会 额外的获得 让你们获得 现金一百美金的这个奖励 那当然这是一个附带条件的 那也就是说 当你成功的开户 在这个ITF的话呢 然后你入金两百美金 对不对 这样的话呢公司就会 直接把这两百美金 一百美金的 额外的一百美金的 就放在你的这个 入口里面 但是你的条件 也就是说 你必须在三十天内的话呢 去做六个Lot的 就是六个Lot side的这个手数 也就是说你必须下六手 然后呢完成这个六手的话呢 然后你这一千美金 一百美金的话呢 就可以进行停线的 所以呢这个优惠呢 是非常吸引的 也就是说你充值一百美金 然后还可以获得 一百美金的这个奖励 再加上呢你下的这六手 如果你透过我们这套系统 乖乖听话照做的话呢 这六手分分钟可以让你赚取 额外的一到两百美金左右 所以呢这个优惠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好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正式进入了我们的这个现场 也就是说今天是2020年6月16号 2020年6月16号的晚上8点10分 也就是现在的时间 它是属于美盘的时间 对吗 所以呢你们现在面前所看到的这一幕的话呢 也就是现场的这个 就是美盘的这个市了 好 不好意思啊 因为这个线路好像有点问题 好来我们再看一下 好 因为刚刚线路有点问题 所以连接不了 好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面前的话呢 也就是这24个产品 全部展示在你的面前了 好我刚刚有说了 在我们整个刚刚的讲解的话呢 也就是我们是以这个太极的这个形式来做的 对不对 那所以你们面前所看到 就是它一直在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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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然后呢就是现市场非常的活跃 虽然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刚刚有说了 我们要的是什么 太极的话呢 它离这线条比较靠近的 像这种太极离线条比较靠近的 如果太极的话呢 离线条比较远的 基本上我们是不需要进去收翻来 所以这边的话呢 非常清澈的 让你们看到哪一些是可以去分析 哪一些是不需要分析 所以很快很快可以的 让你直接做决定 好我们现在做个分析了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看到这个太极离线条比较靠近对不对 那这个是奥远奥远对加远嘛 我们进行看一下点两下 当你点两下之后呢 你就去你的template 然后我们看到离的比较靠近对不对 我们去我们的template template的话 你只要把它选出你的这个 我们的eqfx的话呢 se也就是我们的systeme嘛 你指e的话呢 也就是现在这所谓的太极图 那你要选出2 选2的话呢 进入我们整个eq的系统的整个大系统 那整个大系统直接显示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 第一个动作就是要看中间这个趋势线 就看整个趋势 它是属于什么色 它是属于红色对不对 那属于红色呢 它是属于做空的对吗 那做空的话呢 我们必须是蜡烛是属于 红色的 然后呢 下方的MACD也必须是红色 然后呢 黄线必须在白线下方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红色的是没有错 然后蜡烛也是红色对不对 然后再往下看的话呢 MACD开始是 刚刚是青色的绿色的 然后呢 它又变红色了 所以呢 它又变红色又变绿色 也就是说 它还没有确定整个是属于要做空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能会考虑放弃做这个单子 再加上 黄线和白线呢 它开始 混合在一起 所以它没有确定说 到底它的 是属于空还是做涨 所以呢 我们只能说这个单子 它就属于不符合的 所以不符合的话 我们就放弃这个单子 当我们家 这个单子不符合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开回去 我们的这个System E 然后呢 它就变成太极图 然后再把它开去 整个24个图表 然后呢 当这个放弃之后呢 是点击另外一个符合的 也就是奥远 奥远队这个法郎 好 我们再点一下S2的系统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整个 是什么呢 它是属于绿色的 对不对 那绿色的话呢 它是属于做多式的 对吗 那做多式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做多式的话呢 它这个蜡烛 也是绿色的 也就是还有4分钟 12秒 如果说 这个蜡烛完成之后 下一根蜡烛 它是属于绿色的话 这个单子就可以 开始做多式了 所以这个单子的话呢 我们再等4分钟 我们再进来看一下好不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什么单子 然后呢 像这种单子就比较远的 我们就不要去看它了 就不用去分析 然后呢 这个加圆对法郎 然后呢 我们点击 非常快的 看到了就可以开始处理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 整个趋势属于绿色 然后呢 蜡烛它是已经开始是绿色了 然后 MSD属于绿色 黄线在白线上方 所以这个单子呢 基本上也是属于 可以做单的这个激励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呢 有一个星星的存在 对吗 星星的话呢 它就是属于一个主力 有一个主力 所以它担心可能会 没办法冲上去 当然 我们再看回去 这个黄线点线 对吗 我们有看到黄线点线 那黄线点线的话 也就是说 它之前的这个高点 有时候它有一个主力在这里 所以呢 有一个主力在这里的话呢 可能这个蜡烛 没有办法突破 对吗 如果今天没有这套系统的话 没有这套系统的话 没有这套系统 你没有办法看到说 它有一个主力在这里 然后呢 这个蜡烛它有本事突破这个主力下吗 如果没有办法突破的话呢 它就没有办法再往上冲 它就可能会在这里做一个盘整 它就会在这个点线 这个点线之间做一个小盘整 所以呢 虽然我们知道了 这属于做多事的这个条件 但是我们有看到有一个主力出现了 所以我们看回去看回去之前的记录 也就是说当点线出现的时候 也就是它有一个主力的 所以当有这个主力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升的这个涨的趋势呢 就会被大大的这个被削弱 所以呢 我们还是谨慎安全为准的话呢 我们还是等看一下 它是不是有机会突破这个点线 如果它有本身突破这个点线的话呢 在这个点线上面开一支新的蜡烛 这样的话 这个单纸就可以考虑做单 大概还有两分钟 所以我们大概有两个单纸可以考虑一下 所以我们待会回来看一下 所以整套系统的话呢 那我们已经结合了这个主力支撑 然后高点低点支撑之类等等的 所以呢 让你们可以在下单的时候 可以更加多一个分析 去让你们知道说 诶 现在是不是有一个主力 那主力出现了 是不是可以下单 还是会有点危险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 应该要有的这个指标 我们都有放在里面 在佳缘对质员嘛 佳缘对质员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佳缘对质员的这个 属于做多氏的 那多氏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多氏的话呢 我们看到的话 也就是说它是属于 的确是符合是多氏的 然后呢也看到了星星出现了 然后呢也就是说 它有一个小小的阻力 再加上呢我们看到一个大太阳对吗 大太阳也就是说 有一个很大的阻力在这里 就是说有一个很大的阻力 这样的话呢 它会不会 是不是它没有办法在这边突破 所以我们放大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边有一个大 一个小的 黄线的点线的阻力 也就是说 它不晓得 会不会突破这个阻力线 如果它有机会突破这个阻力线的话 它下一个阻力就是在这个大的太阳上面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了一期之前的这个 如果今天你是做这个太阳出现 对不对 我们看到太阳出现 也就是说它是有一个阻力的 那阻力出现的话呢 如果说它没有办法突破 它往上冲的话 我出现了绿色 然后这边也是属于绿色 这样的话呢 它就没有办法再往下冲 因为呢 凡是太阳出现的时候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阻力 所以非常大的阻力的话 如果你要做空的话呢 是有点冒险的 因为它的这个涨的趋势呢 就开始来了 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阻力在这里 然后一个阻力出现了 所以通常阻力出现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阻力是有出来的 看到没有 所以看到了阻力的话呢 它就一直在这边 在这个点位上很难去突破 所以它第二根蜡烛出来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它没有办法突破这个阻力线 所以呢这个单子如果是要做多事的话呢 还要时间去考量 所以呢这个系统呢 可以让你知道说 即使是已经是成功 可以有机会下单 但是它可以让你考虑到说 有个阻力是不是可以让你安心的下单 如果没有阻力的话呢 基本上是可以很安心的下单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已经知道说阻力在这里的 所以呢我们就不会考虑去做这个单子 好刚刚我们有说了 有个单子是可以考虑的四分钟之后 对不对 它是属于欧元对加元嘛 这个已经是 这是属于做多事的空事的 空事的话呢 目前还没有办法做 因为呢 黄线已经突破了在上面 对不对 因为呢 如果你是要做空事的话 黄线必须在白线上方 刚刚我们看的是应该是这个四支吧 欧元对法郎 第二个那支的话呢 呃我们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是要做多事的 ok做多事的话 第二支也确定的是属于做多事的 所以这个单子的话呢 有个星星在出现在这里 然后呢下一个主力是 这单子可以考虑做一个多事 然后呢 它可能有个很大的主力在这里出现 有个很大的主力在这里出现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单子 是可以考虑做一个多事 然后呢 尽可能就在 因为这边有个星星嘛 所以它有一个小的主力 可能就没有办法突破 可能它就会 上来这里 然后再下回来 有可能 所以呢这样的话呢 已经确定是属于多事的 就是它多可以去到哪里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它有个主力在这里 这样如果这个单子 如果真的是想要做 做做的话呢 只能考虑做多事 那做多事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有个主力在这里 所以我们大概 哪一个 就在主力线的这个下方 成为它一个获利的点 获利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获利点的话呢 大概就是在 50点左右 这样的话呢 50点我们的这个 止损的话呢 就是1比1比1.5嘛 那也是大概是150点左右的 这个止损 止损 止损的话 也就是如果它突破了这个 因为这边有一个黄线的这个 阻力线对不对 如果今天还是往下冲 突破了这个阻力线的话 它就开始会往下冲 所以呢 一场阻力会在这里 所以我们大概设置在这里 一个阻力 好 我们再去分析其他的 那我们刚看的 家园对日园 我们已经 我们已经 看了 然后呢 它是水不符合的 然后刚刚我们有说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单子 也就是家园对法郎嘛 好 家园对法郎 看呢 它是属于这个 做多事的 然后呢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大的阻力 已经出现了 对吗 所以呢我们看一下 前天的阻力 和今天的阻力 两个高点 对不对 虽然它有一个阻力在这里 那你要做多事的话 其实它也是挺辛苦的 虽然这个单子 基本上我们都会放弃 如果你想要做的话 很简单 这个纳烛 它是开在这个阻力线上方 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多事 记住了 这个阻力线 如果今天有一个阻力线出现了 也就是它的有一个非常大的阻力 那如果你想做的话 必须等它突破了这个阻力线 然后往上冲 在这个阻力线上方 开这个纳烛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开始做单子 好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单子是可以做的 然后呢这些的话呢 基本上就因为它离 这太极离这线台比较远嘛 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不会去做它 像这些单子基本上都不用去看 为什么呢我点击让你们看一下 这它离的比较远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比较远的 因为呢通常我们下单子的话 如果是要做这个要做空单 我们是在三五支蜡烛以内 如果超过五支蜡烛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是不会去做的 这已经超过了很多支的蜡烛了 那好再来也就是说我们还有看什么单子呢 这个也是不符合的 然后呢这是符合单子 那符合单子呢我们就要进去里面 那这个属于做空单的 空单的话呢 蜡烛已经是属于红色 对的 下方MACP属于红色 然后呢 黄线在白线下方 所以这个是符合做空单的单子 玻璃点的话呢 大概是在这个阻力线 也是它的星星的这个附近嘛 好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什么单子呢 这个就没有办法 这也没办法 这个也没有办法 因为太极力的比较远了 那这个单子的话呢 美金对法郎 美金对法郎 我们进去看一下 然后美金对法郎 整体来说是做多次的 那多次的话呢 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太阳 这个蜡烛已经是属于绿色的 那绿色的话呢 我们再看一下MACP 它下方也是属于绿色的 然后呢 黄线在白线上方 但是这属于第一支 还没有确定是多次 所以呢我们还要再等一下 再加上呢 太阳已经出现了下方 对不对 这样它的这个多次呢 可能会来的 比较稳定一点 也就是说它下一个阻力 可能就会在这里 虽然我们还要等多一个 我们还要等多一个 半个小时吧 好再来也就是 我们看一看的是 美金对法郎 再来也就是 美金对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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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 整体来说 是属于叫我们做多次的 那多次的话呢 这个蜡烛是属于在上 是绿色的 下方的MACP 属于绿色 那黄线在白线上方 所以这个也是属于 符合的单子 那我们再看一下呢 因为这边有一个小阻力 所以呢我们还是 要稍微等一下 它如果可以突破吗 如果可以突破 这个小阻力再往上冲的话 那我们才可以 考虑做这个单子 所以呢我们已经 整个系统里面 已经有这个次生阻力 所以呢 这是一个警惕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 让它突破 我们才去做这个单子 所以这个还要等 大概22分钟左右 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情况是什么情况 所以整套系统里面 除了说 这四个指标 是属于符合的 那是你们还要考虑说 这个阻力啊 支撑等等 所以呢 基本上今天就是 大概用这几分钟的话呢 就可以很简单的 很快速的分析 所有的 这些指标 符合的指标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就很成功的下了 大概 大概 两个单子 然后我们就看 我们这个 这个成功率是有多高的 好 今天的话呢 我的这个 大概讲解呢 就到 目前就是讲解到 这里 然后 因为我们 该分析的也分析的 所以我们是 现在是等 这个结果了 那好 在等结果的 同时 就开放给各位 看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这边 询问 或者是发问 然后呢 只要关于系统的 任何一个问题 然后呢 我这边都可以 给你们益益的解答 好了 各位呢 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今天的分析呢 那很多这种 小白他想在外汇里面 超乎的话呢 如果没有一套 简单的系统 他没有办法 确定说 在什么时候可以下单 什么时候是不能够下单的 那你下单的时候 是不是有个主力啊 支撑等等的 虽然我们的系统就是可以让你们很清楚的知道说 这个这个单子是否可以下还是不可以下 其实我们的系统并不是说所谓的牛逼之类的 虽然我们这系统只是说 让你们可以很了解很清晰的知道说 这个单子是否可以去做这个单子去抄这个 去做这个交易这样子而已 目前我们这套系统的话呢 其实我们这整套系统里面 他结合了一分钟的单子 五分钟还有十五分钟三十分钟 甚至一个小时 甚至做长眼的单子的系统全部已经归类在里面了 只是说我们现在主要的话呢 还是推广半个小时的 所以呢 在小白在一些没有用过的话呢 就是用这套三十分钟的 然后呢 当你们操作比较熟悉之后的话呢 我们还有一些课程都是免费可以让你们来学习 如何超十五分钟的单 如何超五分钟的单子 我们都会让你们去学习的 所以呢 一套系统里面已经结合了所有的超单模式 只是说我们没有把它开出来 就是这样子 那至于成功率的话呢 目前我们的学生他们在用我们这套系统 当然我不能说百分之百 我们的系统的话呢 当然是有赢有输有赢有输的 只是说我们成功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多左右 所以整体来说 今天我下单子也不一定说会是成功 take profit的 然后呢 我们的系统的话呢 它这样子下单的话呢 主要是有赢有输有赢有输 那整体来说还是赢的 成功率大概是七十到八十多左右 至于十五分钟的话呢 我们十五分钟我们到时 今天我们主要就是说 先让你们先了解我们整个系统 它是属于三十分钟的分析图 然后呢 至于十五分钟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可能就看我们的ITFX的话呢 有没有这个机会让我们再 从这里来教你们怎么去抄 用这套系统去抄十五分钟 其实今天主要的主要的目的 还是让你们先了解 如何去用这套系统去抄三十分钟先 因为十五分钟和这个五分钟 它是属于stepping的 就是做短线的 那做短线的话呢 它是必须要非常敏感 那非常敏感的话呢 就是整个操作方法就不一样的 然后在你们在开这个系统的时候呢 就是可能有一些指标 必须要将你们手动的把它拿掉 这样的话呢 你们才可以操作十五分钟的系统 这样到时我们会教你们怎么去抄 只是说现在目前我们还是说 以三十分钟为主先 可以吗 我这样的这样的 刚刚你们有说的这些问题 你们都觉得ok没有 所以说我这个 目前整个市场的话 我的学生他们在用这个时候呢 当然有人输钱有人赢钱 但赢钱的还是挺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系统主要就是说 希望大家跟着我们的系统 指标有达标 只要主力没有支撑没有的情况下 只要你下单 基本上成功是可以达到百分之八十 当然你们就不 因为我的学生很多 有些是如果是抄的 然后输单子的话呢 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认为说 好像说我是说这个我就拿这个比例吧 就好像说 就好像这个 那我们都说了 很多时候我们MAC的话呢 就是这个山已经来了 对不对 山来的时候就会往下 那往下的话呢 就可能开始做空了 对吗 这样的话呢 看到的话呢 就是觉得这个 这个是属于做空的 那这边也是做空 我有说了 在五支里面 烙烛在五支里面 才可以做五支以后 就不要做 但有些学生他们就认为说 这边还有很大的空间 可以再做空 这样的话 他不想浪费时间去等 不想浪费时间去等 所以他就开始 从这边开始下单 那从这边下单的话呢 往往这个时候 他会回调上去 我们也不知道的 但是系统已经显示了 这边也就是 有一个小太阳出现 有一个阻力的 所以很多学生都认为说 他可以再下去的 这样的情况下 做单的话呢 基本上 当然他也有可能 再把这个太阳 再往下冲 当然是有可能 但是他的风险是挺高的 所以往往很多人 很多学生 他就是因为 不想等 而想做 用最快的 最快的时间 不想不想错过 这个最佳时间点 所以他在这时候 下单的话呢 往往他的这个失败率 是很高很高很高的 至于太极的话呢 怎么选择太极 怎么说呢 太极的话呢 也就是说 你要选择太极 就是去我们的 就是去template 去template这边的话呢 选择你的 EFS FX SE 就是系统E嘛 点击的话呢 他就会出现了这个太极的图 然后选择太极呢 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 可能就是说 选择太极 就是说整个图表里面 太极它是在线条前方的 我们才会选择去做分析 如果太极它是离线条比较远的 我们就不要去分析了 因为呢 它的事已经走了很远了 我们要做的是刚刚起来的事 那刚刚起来的事呢 我们才进行做判断 而太极的图的话呢 也就是说 太极的整个概念 也就是说 让它我们知道说 这个事是刚刚来还是去了很久 如果刚刚来的事的话呢 太极就会显示线条的前方 如果去了很久的话呢 太极就显示在线的后面了 也就是这个事已经去的很远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不会选择去做分析 OK 所以呢 今天呢 你们非常的荣幸 就是说 千万不要忘记了 可以开个新的复口 在ATFX 再开个新的复口 然后呢 透过我们今天来做 来 join 我们这个 检讨费 然后呢 可以免费下载14天的这个 下载的这个软件 然后呢 免费14天以外的话呢 如果在这三天里面 如果说你们是在 ATX里面开个200美金呢 入金200美金的话呢 这个 ATX的公司呢 他就会赠送你们100美金 这样的话呢 你们可以从中直接用这个 先用这个 模拟账号先操作 操作之后呢 接着是 开始顺手之后 你们就可以用这200美金 开始去抄这个单子 用这系统去抄单子 只要你下足 六手 也就是下的六个 这样的话呢 公司就会 直接送你100美金 然后在这上 如果你在这六手里面 也获利的话 可能你的整个 额外在收入的这个 获利的话呢 可能就是 超过了你的200美金以上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所以呢 请大家就要去争取哦 就不要错过了 这一次的机会哦 好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看目前 基本上 我相信大家 在第一次的这个 检讨会里面 可能就 还不是很熟悉 没事 只要你们先去 有一个链接 发到你们的 这个 在这个聊天室里面 会有一个链接 那到时 你们去下载之后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尽可能就会 开一个微信的群 这样的话呢 你们所有的 想要了解的 可以在群里面 然后呢 我们可以 我们会安排几个老师进来 然后呢 如果你们对这系统 有什么任何的问题 在操作方面 有什么问题 碰到问题 你们都可以 直接在这个微信群里面 做发问 然后呢 我也非常希望说 下一次我们还有这个机会呢 在空课里面 来跟大家 再进一步的去了解 再讲 再跟大家做一次 进一步的去分析 我们这套系统 好 今天的分享呢 我们就到这边了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就 对对对 就是任何开户口的疑问 你们都可以 随时向 邀请你们的 这个 户口的经理 然后呢 向他们询问 咯 那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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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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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